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我是Vincent Hello,我是Christy 今天有个贴文想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网友传给我的 这位宜英港南的贴文是来自Threads 我现在读一读这位网友的贴文 他说现在在英国低微的收入 卑微的工作 有时就忍不住在想 如果我现在还在香港 我月入已经超过8万港元 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呢? 对不起,忍不住也要吐苦水了 这位网友在英国 他觉得现在的收入是低微的 而且他形容他的工作是卑微的 他忍不住就说以前的收入是很高的 8万港元月入 一年收入 一年不是差不多接近100万港元 一年的收入 其实是高收入人士 这位网友 就是说他以前的工作收入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 现在就差了很多 因為來了英國之後,做不回老本行 這位移英港男 他說他以前原來在香港是教書的 是教開中道智障學校 英文不是很好,他形容英文不是那麼好的 但他以前在香港原來是教書的 不過是中道智障學校 原來他是資深教師 所以他薪金這麼高,8萬港元一個月薪金很高 高薪厚職的 專業人士也算是,但他形容自己英文不算好的 現在來到英國,他選擇不做老本行 他現在就在貨倉那裏做 人工比以前香港差了很多 原因是他不再教書 是因為英國是斷中計的 人工實在太少了 他說只有十幾磅一個小時 嗯,他形容在英國教智障學校的老師的人工 就是最低工資多少少 他說他現在做warehouse 都可以有14磅的一個小時 是的,就比教書多兩磅一個小時 所以他就選擇不再教書了 嗯,他就覺得在英國壓力小很多 相比在以前香港那份工資 就差天共地了 真的 有人問他,哇,你這麼高工資 你還要離開?為什麼? 他說原來他為了小朋友 他說他有小朋友 那就選擇用BNO過來英國 就在這裡了 但是他說他的兒子 兩年之後就升上大學了 都要付學費 還要付這個local fee 他說九千磅一年 那個大學的學費 那就是說他就省了海外的學費了 沒錯,如果他不是用BNO過來 他那些小朋友走過來讀大學 就要付國際學生的費用 即是Double都不止 分分鐘十幾二十萬 不止,是二十幾萬的學費 你在英國讀書 你給海外的學生費 還沒計算租屋 吃飯、買菜那些錢 還沒計算 學費都二十幾萬 你想一下 但是他現在用BNO過來了 他的兒子就可以給local fee 就是說他就虧了在人工那方面 就賺了給子女的學業 這位移英港南的貼文 其實有很多留言 我就盡量簡單來說說 有人說 其實你在香港教書 教了這麼多年 他形容這個移英港南 是資深的教師 他雖然在中道智障學校教書 但是他說他教了很多年 還有他說他上了五張 他有五張東西 他形容自己 即是有五十歲 OK 有人說 你教了這麼多年書 在香港 這麼高薪金 你應該有很多積蓄的 那為什麼你去到英國 會變成這樣? 你不是預料了嗎? 即是你不是去到英國 你才知道 教書的薪金這麼低 因為英國教書的薪金 其實是不高的 其實我認為英國這裡是少的 是呀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的 是英國 不過可能香港未必立刻知道 嗯 但是你網上可以找工的 你可以網上在香港 查了英國這裡的教書 的人工 大概多少錢 你都查到的 除非他是去到英國才去找找 不是吧? 這次 不出奇 你沒有理由上一架飛機 才知道那裏薪金這麼少 那我不知道 沒有做功課? 或者他知道 或者他不知道 另外一位網友就回答他 不是冒犯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你自己根本是不值8萬元一個月的 你在香港其實是overpay的 來到英國這個薪金才是正常的 那就叫他面對現實了 香港的人工普遍 教書來講 人工是偏高的 以世界來講 全世界來講 香港教書 醫護 醫生 律師 會計師 全部都是人工高的 這些是 普遍來說 我們叫這些職業 是屬於高尚職業 對吧? 人工是要高的 因為你要讀很多書 你才可以做教書 但是有網民就認為 其實是認為他是overpay的 會不會是因為這位老師 其實他是中度智障學校的老師 就認為他會不會是不值這麼高人工呢? 這位怡英港男就說 他都覺得是 他都覺得自己人工 人工是偏高的 在香港的時候 八萬元一個月 他說他記得當初進不了大學 才去讀師範學院 但是人工 竟然是高過很多的大學生 其實他都覺得不是很合邏輯 他自己都認為 怎麼會這麼高人工呢? 可能他很幸運 其實我覺得這位怡英港男 雖然他現在有點後悔 聽下去 他覺得以前人工這麼高 離開了 走過來英國 其實我們也想說一下 我們也認識有疑英網友 以前在香港教中學的 都是資深教師 但就不是他這個 中度智障學校的教師 我們以前 認識一個網友 是教中學的正常的 中英文書院那些中學 都有這樣的人工 都有他這個這樣的人工 其實是不出奇的 其實這個pay 應該在香港來說是正常的 絕對正常的 香港人工 在這些老師 教書 是真的高的 其實 我不會說他不正常 有人說他overpay 有網友形容他這個是overpay 我又覺得就不是的 因為整個香港的打政府工 我們叫他做 是不是 就是你看看你的學校 是屬於政府 還是私人的學校 我不知道 但我們認識那個網友 都是的 他們拿了退休金 走過來英國 拿了一大筆錢 走過來 是不用做的 我們認識那個兩位教書 英國的教書 我覺得他人工 絕對不及得上香港 當然 而且還要稅重 英國稅重 香港稅低 扣稅 都沒有什麼剩下 我也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 英國做教書 人工是真的這麼低 是正常的 但不代表是合理的 所以很多教書的老師 都罷工 都罷工 或者離開這個行業 是英國 所以現在政府 應該要撥多些錢 去提高教書的那份收入 沒錯 最近工黨 就是加稅 加稅 放進了Public sector 其中一個加薪的對象就是 教書老師 尤其是小學 中學的人工是高些的 英國這裡 中學好些 但小學是低得太離譜的 是啊 當然了 英國的私校 就是Independent School 他們的私校老師 在英國這裡 人工是高很多的 絕對比State School 是啊 為什麼以前 會有老師都願意 在英國教書呢? 是因為他說 他喜歡他的假期夠多 假期很多的 教書 但問題是 人工低 是啊 是啊 他現在很多人都走出來罷工 現在說 追討那個升幅 說要提高他們的收入 雖然這位怡英港男 他覺得他現在做工廠 這個warehouse 這份工 很少人工 他說 2000磅一個月 又有小朋友 又要養自己 我不知道他租屋還是買屋 好像沒有什麼交代 這個鐵文 不過呢 他在那裡慎 是不是 那我就 看到有其他人 也有說 喂 你做了這麼多年教書 在香港 這麼高工資 有什麼理由 你好像 沒有什麼積蓄 過到來 是不是 因為有很多人 以前在香港賺很多錢 那些 你端估都會有些投資 或者儲到錢 是不是 因為他說他五張東西 這個怡英港男 有五十歲 是不是 大哥 你出來社會工作 都起碼有二十幾三十年 照到你 你不多不少 都應該有些積蓄 或者有些被動收入 來移民 是不是 既然你想過到去英國 不做老本行 不要緊 如果你有龐大的積蓄 過到去 買一間屋 自住 另外 就買一間來收租 或者有少少被動收入 你不是怎樣做事都可以的 或者你打一份工 或者做工廠 做倉 當作是過日神 是不是 過日神 其實都可以的 如果這樣 你都不會慎 照道理 是不是 是啊 他沒有解釋得太仔細 我就認為 可能他以前 是沒有儲開錢的習慣 或者儲不到錢 以前在香港 是的 或者他是有做投資 或者是都有儲錢 但是有時候可能會有虧錢 中途 因為投資都可以賺 亦都可以虧 你不是賺就是虧 因為有人在香港投資 都會損手難腳 是不是 你都會做錯事 我認識的朋友 以前是做政府工 在香港 如果移民到英國 每個人都有層樓住 不用煩 又有收租 又有被動收入 每一個人的理財 方式是不同的 是不是 因為投資都很講 眼光 還有 時機 還有採數 你很幸運 你再滾大了一筆錢 但是如果不幸運 你可能會虧了很多錢 嗯 估計 這位網友 我估計 他可能 他埋怨得的話 就是說 他覺得不夠錢 沒什麼積蓄 過到英國 可能不夠錢 不夠錢 錢的時候 你會想回以前的事情 人是很有趣的 人是有時候會回頭 看著以前的 因為他曾經都風光過 你看到他這樣寫 八萬元一個月 在香港 這筆數 其實真的不少 如果以一個中產來說 他算是中產 如果我就這樣看 是不是 有這樣的人工 是不是 你還要做了很多年 如果 回頭 你覺得以前 哎呀 怎麼這麼高人工 但是我現在又 這麼少人工 為什麼呢 我是不是做錯了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卑微 這份工作 他形容是卑微的 這個在貨倉那裡做 是不是 就是說 他不多不少 他又後悔了 在這個位置 因為你在貨倉那裡做事 你是不需要 那麼高學歷的 嗯 沒有所謂 不高學歷 如果他的人工 好像以前 八萬元一個月 不用那麼高學歷的 喂 我也托他做 應該會做得很開心 任何人 任何人都托他做 不用高學歷 是不是 他請就行了 但問題是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大的 夾腦 隨街跳 是不是 那麼他也就是說 以前香港人工好 他這方面是有賺香港人工高的 OK 但他也暗示英國這裡的人工 是少了 有重稅 是不是 我們在英國住了這麼久 大家都知道 重稅 英國很多稅 有這個income test 一定是屬於高的income test 有不同程度的income test 英國又要交NI 又要交VAT 你買東西又有VAT 是不是 還有我們的英國差響 又貴 是不是 如果你住在公宅 那個公宅 那個公宅 Service charge 管理費 很厲害的 英國的管理費 如果你住在公宅 你就知道 是不是 那麼你很多種種不同的稅收 在英國這裡 你現在又說 接下來又說要加稅 是啊 那麼每樣少少加些 每樣少少加些 那時候加加起來 你就會覺得很容 很多費用要付 英國是高稅收的一個國家 當你薪金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你拿到最低工資了 或者最低工資多少少 你又要養自己 又要養小朋友 可能又要養老婆 那麼你每樣東西加加起來 又有那麼多支出 你收入真的不行 你不能夠足以為持 你知道英國的東西是多貴 是不是 就算你在英國任何一個地方生活 我不管你英格蘭也好 蘇格蘭也好 北愛爾蘭也好 或者威爾斯也好 你任何一個區域生活 你如果收入不是很好 又沒有被動收入 又沒有租收 你現在做一份工資 又是最低工資 那些生活很難維持 雖然這位移英港男 他放棄了以前香港那份高薪口職 百萬元一個月 高薪口職 他放棄了 不過我認為其實是有辣有不辣的 他有辣有不辣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 他的兒子可以享用英國本地的大學費用 九千磅 不用給國際學生那筆費用 這個就賺了 是的 在那裡賺回頭 他唯一是覺得 以前真的很高薪 有時候回頭看看 有些慨碳 慎一下 其實我覺得慎一下也沒什麼所謂 有一個平台給你慎一下 比有得慎沒有得慎 有得慎一下其實是一件好事 當然有人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英國這裡的人工 人工低 或者你覺得很難生活 或者你覺得你的收入不夠了 影響到你的日常生活的支出 雖然你有個兒子 你不吃 你的兒子也要吃 你收入不夠就是不夠 那怎麼辦呢? 有人說建議他可以回流 但是如果假設回流 他可以買一張機票回去香港 就是打個白鴿轉 看看是否對 還有看看還有沒有這份工 留給他 是啊 你要看看 你以前做的那份工 那個崗位 還有沒有 available 而且你要明白一件事 新人士 新作風 你以前 人工是這麼高的 職位 現在走了 回頭 他是不是還是這麼高的工 或者他還請不請 因為很多因素 很多變化 對嗎? 就算你肯回去 你又要看看 有沒有那個職位 還要是 對嗎? 是啊 如果自己真的考慮 那兒子 是不是繼續留在英國讀書呢? 都可以的 其實 因為他可以申請 Dependent Dependent 是的 兒子可以留在英國 父母出去都可以 不過 可能父母出去 就影響5加1的簽證 有效期 他不可以離開英國 多過180天 不知道90天還是180天 就是每年 就是有可能要重新計算 是啊 很危險的 你一錯過了 就要再計算 那個5加1 所以 這位移英港男 他沒有說過回流 不過有人建議他 如果你真的不行 你可以試一下 走去白鴿轉 回香港 另外 有些事情要補充 我們最近也有聽過網友 他說 BNO過來了之後 他都明白有一些事情 是超越了他們的想像的 他沒有想過英國的東西 是貴成這樣的 他以為香港很貴 已經很貴了 其實英國一點都不便宜 是不是 還有 如果你買斷了那間屋 就好些 如果你還在交租的 那就麻煩了 交租 英國的租金 真的可以很貴 真的 是不是 你還要有小朋友 又要養 靠你一個人賺錢 是不是 稅方面又貴了 英國 是不是 我們剛才也說過 什麼都有稅 什麼都有稅 又有銷售稅 是不是 還有英國是全球徵稅的 假設你有資產 那麼 你直至到你5加1 去到第4年 他要你報了 就是他開始要全球徵稅 是不是 全球徵稅 就是說你所有海外的資產 或者本地英國的資產 你擁有的資產 你所有東西都要報上去 全部都要跟你分清分楚 我們有網友 都有說過這件事 他們都覺得 真的 唉 真的不是免費的 大哥 你過來英國這裡 沒錯 他的5加1的簽證 那個規矩門檻 其實是很低的 你移民到澳洲、加拿大 門檻都沒有那麼便宜的 但是英國因為全球徵稅的關係 結果 這筆數的費用 是一點都不便宜的 其實這個移民的門檻 到頭來 你覺得好像跟你拿錢 是的 其實過後你是要回水給他 其實 這個門檻就容易了 過後他就在那個位置上 就撿你了 我沒有形容錯的 其實真的有撿你了 我覺得 我覺得他好像現在 逐漸這樣 去陷阱一下陷阱一下你 真的 好像慢慢在陷阱你 你想一下 現在工黨接手之後 工黨就說要加稅 接下來的10月 有幾樣事情都說要加了 加的稅行的措施 一定會影響到每一個人 差在影響,有些沒那麼深,有些比較深 所以移民英國這個門檻可以是很高的 其實也是很高的 只不過他將那樣是攤平了 另外,他說他的兒子可以兩年後讀大學 即是說現在應該已經是十幾歲了 十六、七歲可能,是吧? 十六歲,應該有吧?十五、六歲 是呀,照道理,如果做父母覺得收入比較少 或者是慢慢緊 其實兒子也可以出來做兼職 做兼職可以幫補一下 幫補一點 讓他在這裡融合一下英國的環境也可以 做兼職 是呀,還有讓他知道世界艱難 是呀,讓兒子知道,哇,爸爸這麼辛苦 哇,原來是胃頭加的,兒子可能也很感恩 是呀 我們呼籲這位兒英港男 其實不要再看著頭 因為你再看著頭就一定不舒服了 我之前有位老人家跟我說 他說賣兒子不要摸頭 摸了就眼淚流 他形容他當初兒英的時候 他賣了他香港的房子 就虧到探探腰 但是後來他也賣了 後來賣了,然後走了過來 他就說過這句話 其實我覺得你以前高薪口職 賺這麼多錢 100萬港幣一個月 真是很好的 那你現在放棄了 走了過來 其實真的,你放棄了就不要再看著頭 是吧 正所謂 我們始終都要向前走 做人的事向前走 以前的風光 可以勉懷一下就OK的 其實人生的道路 有很多條路給你選擇的 不是只有這條路的 可能你來得不夠長 你走久一點 這條路相信可能會順一點的 尤其是因為現在英國 那個法例 那個制度 經常都在變 可能遲些做教書 那個人工會是提升的 那提升的時候 他可以考慮做回教師 嗯,沒有說絕對的 他可以做回教書都可以的 只要他到時有興趣的 就再apply過了 是不是啊 那就看看他當時的人工 他說要先衡量那個人工 是啊,現在是人工最重要了 嗯,他說他五張東西 即是有五十歲 那你還未退休的 英國這裏 在英國這裏 起碼有六十五歲或以上 才退休的 是啊,現在隨時是上到七十的 嗯,說不是的 所以有很多路要走的 這條路要走的 最重要是健康 嗯,有健康 就自然可以 很多東西都可以解開了 其實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大家在英國生活的 你想說你的事給我們聽 你也可以PM我們 去Instagram找我們也可以 是啊 是啊,我可以讀出你們的故事都可以的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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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可以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會有獨家影片的 好多謝你的支持 Institute From the